以德报怨 如果你要消灭你的敌人 首先你需要把真挂除去 因为真挂是你体内最大的敌人 反过来说 如果你正要被敌人的说话激怒 表示你正在达成敌人的心愿 不自觉地堆入他们的圈套中 不要以为只能从那些称赞你 帮助你 以及过虫甚密的人学习 有很多事情 是可以从敌人那方面学到的 你不要只是因为他们是你的敌人 就以为他们完全错误 他们都可能具有某些优良品质 你不能够凭以怨报怨来消除敌人 如果你这样做 只会树立更多的敌人 最好和最正确制服敌人的方法 是将仁慈的心意向他们放射 你可能以为这样是不可能 或者不合理的一回事 但是这种方法 是每一个有修养的人都想识的 当你知道了某人对你非常生气 你需要首先 试行找出他对你不满意的精洁 如果错处是在你那里 那你就应该坦白承认 而且毫不犹豫地道歉 如果是由于两个人之间 某些误会所致 那你就需要用诚意 和他诚恳地对话 试图使他了解 如果是由于妒忌 或者某些不良情绪所引起的 那你就需要尝试以仁慈的心意 向他输送 以心灵的电波 来感动对方 你可能并不明白心电的作用 但是透过很多人的经验 证明这个是最具威力 最聪明 最容易实行 而为佛教所推荐的方法 当然 这样做是需要有自信心和耐性 这样做能使对方明白他的错误 你也在几方面得到好处 因为你的心不容纳仇恨